尤其過年最容易取得的 芥蘭菜 牠只要種到蟲害 牠會整顆快速的枯死 很多農夫啊 牠就會敢打一種藥 滅屍菌 滅屍菌 牠這個菌一打下去 你看各位有看到 牠是從心開始腐爛 一直腐爛到根部去 你看滅屍菌多嚴重喔 牠一打 從這個心開始一直到根部裡面去 馬上就變成一顆完好的殘 你今天打藥你隔天來摘就是這麼漂亮 就不會有病菌 那剛才華為姐在問我說 什麼東西農藥噴得最多 各位一定很想知道對不對 我告訴你喔 你猜看看各位猜看看 如果你猜中了我一樣送你一顆可以達到六金種喔 六金種目前台灣還沒有上市的品種 我當場送你一顆 大姐 不對 玉米 大姐答對了 玉米是最底的 你知道玉米讀到什麼程度你知道嗎 它就用巴拉瓜 各位不知道敢不敢再吃玉米 因為玉米本身它的巴拉瓜要怎麼打 大家看不出來 絕對看不出來它有打過巴拉瓜 因為我本身種了六百顆玉米 對不起只口了將近三十顆 因為我堅持不打 巴拉瓜 它只要像打針一樣 它拿一個小針筒 它都不用打 它就直接往玉米的心一點 你知道巴拉瓜一點多嚴重了嗎 巴拉瓜一般我們在使用是一點 要打一千 一萬五千cc的水 只要一滴就好 你看喔它就這樣 一滴就解決了 為什麼 因為它的心不會腐蝕 玉米的心蟲它是直接在玉米的梗中間 它從梗一直吃到心去 吃到我們的玉米本身裡面去 所以很多人都說 玉米筍好好吃喔好脆喔 我告訴你 你們就在吃農料 你知道第二嚴重的是什麼嗎 第二嚴重 喔不對 大家每天都要吃的 幾乎家家戶戶最愛吃的 高麗菜 人家說 哎呦梨山的高麗菜好好吃喔 我剛才跟各位講過了 我去南山實習課實習的七天啊 我看到高麗菜都會想吐 你現在大家都在市場覺得說 高麗菜現在好便宜喔 四顆五十塊五顆五十塊 為什麼那麼便宜 其實農鋪不是笨蛋 一顆高麗菜苗要五塊錢 它賣你四顆五十塊它等於 割了一刀再割一刀啊 可是它為什麼要這樣賣 因為我冠型農袍嘛 我打農藥嘛 我本來可以六十天採收的 我四十天我就要採收它了 我上去實習的時候 剛好是今年的九月份 去年的九月份 好嚴重 我一到南山齁 一下車 我們坐農會的車子上去 一下車 我就看到我的同學 他剛好是在地人 他就拿了滅絲菌 乖乖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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說欸喔 你為什麼又要噴了 他說 老師不是跟你講過不能噴嗎 我老師一轉頭而已喔 一回頭 他又奇怪奇怪奇怪又噴了 我說老師等一下來齁 你就知道了 他整個菜園都幫你剷平 他說不然我怎麼辦 我不噴我沒飯吃啊 再來就是什麼菜園呢 開洋白菜 開洋白菜喔 雖然他的農藥用法會比較少 但是他的噴藥劑量也是很大 開洋白菜我告訴各位 早上噴一次 中午噴一次 晚上再加宵夜給他吃 各位覺得說很誇張 為什麼開洋白菜會噴那麼多次 開洋白菜他最怕什麼 黑蟲 一種很像馬路的小黑蟲 他都晚上喔 黃昏以後八九點以後 他就跑出來吃它了 一吃以後 各位不知道有沒有買過說 開洋白菜一切裡面是黃黃的葉子 枯黃在裡面的 有沒有 有沒有應該有吧 你知道他為什麼會黃在裡面嗎 各位如果你切開有看到黃葉子 我勸大家喔 把那個開洋白菜趕快丟掉 你知道為什麼 因為他就是使用農藥過量 所以他枯葉包在裡面 各位應該不知道 葉菜類他是一層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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的包裹 所以當他在打藥的時候過量的時候 他的葉子會枯黃 枯黃以後你葉子要包裹 他一包就在裡面 那一顆你就不要吃了 那一顆農藥就好嚴重好嚴重 大哥你講這一句話我相信 可是我們家那裡可能離那個文化場 很近啊 這個可能小弟比較有研究 小弟可能都會去看 因為我天不怕地不怕 我本身就是鬼 因為我當水鬼出身的 我就是天不怕地不怕 人家在命案現場 我還是在那邊看他解剖 看他什麼我都不會 結果我去看了 我們老師有一次帶我們實習課就去看 他說 哎呦呦你們這幾個我比較疼的學生 來來來來我帶你們去火葬場 我說老師為什麼要去壽源啊 我說 我告訴你們農藥的嚴重性 結果啊 你覺得農藥不會產生在身體嗎 會 你知道產生的多嚴重嗎 人往生都已經往生了 一火化出來身上就是一點一點黑黑的 那就是農藥的殘留 他就是在骨頭 一點一點黑黑的 但是我們看得到嗎 我們看不到 我們真的看不到 所以雖然有機水不歸入 但是我還是堅持我要讓 我的周遭親人都吃到無毒的東西 讓大家都有一個健康的身體 可以打拼事業 我覺得我們人要吃得健康 活得快樂 做得心安 才是最重要的 你人就像你再多的錢 像黃任忠 你看三七四千他不是很快樂嗎 但是他晚期多彩 他沒有一個健康的身體 因為他的每天大魚大肉啊 一些毒藥一直往身上吃 我在跟各位講 毒 他對我們本身來講是不會有影響的 你現在沒有感覺 但是只要你超過更年期後 你就知道了 毒物會慢慢在你的身體 產生一種連鎖效應 為什麼現在很多國民病都是癌症上升 因為我每天都在吃這些有毒的蔬菜啊 有毒的蔬果啊 我一直吃一直吃一直吃 當我們人體吃到一個 負荷不了的程度的時候 他就會發生作用 會造成很多的疾病 很多說 起流感為什麼沒有治 我告訴各位 我曾經都過起流感 因為我貪吃吃了一次厭壓 一個月不能起床 人家說啊你完蛋了 但是 這就是 嘴巴我們愛亂吃 吃到有毒物品 我們就往嘴裡塞 我來的目的 就是教大家 怎麼去種植 沒有毒害 有吃的最健康的植物 但是你像 雞啊魚兒 那我可能就愛莫能助 但是我會在這個領域鑽研下去 我甚至已經研究到可以嫁接 可以從 甲種嫁接到乙種 然後產生甲種的東西出來 這是我目前所學的 最大的 可能台灣 要嫁接這種蔬菜 我可以把這根苗 剖開 把苦瓜 或是絲瓜 嫁接在這上面 因為它的根部比較堅壯 哎呦 各位認為說 嫁接出來以後 它會長 大頭菜嗎 不會 一樣長絲瓜 也歡迎各位有空去我田裡看看 你就知道了說 哎呀我為什麼要去學嫁接 其實嫁接蔬菜是一種很高的學問 因為你要把它改良到最優良的品種 你就要學會嫁接 在嫁接這個過程我們不能去污染它 它才會有很好很好的植物出來 我目前有成功的將近六個 六個東西 一個是苦瓜 濕瓜 苦瓜 金瓜 以前老人家都知道金瓜是不是要酸甜 對不對 對不起 我們現在已經研究到金瓜 只要種在這個地方 它就 像樹一樣長起來 它就 像蘋果一樣開花 為什麼 因為這就是嫁接的技術 還有大家覺得很奇怪 豆子啊 有去過我田裡面的大姐們都知道 在上個禮拜有一個農業博士 他去我田裡面參觀 他說 哎呀你好笨喔 你那個絲瓜會生喔 我頭讓你打三下 我說 不是 真的喔 可能等一下去農田你要被我打三下喔 他說不可能啦 大姐你們有去過你們就知道 我的絲瓜是多細啊 可能這條線這麼細 但是你相不相信各位相不相信 他會長絲瓜 而且我可以在他每一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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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都會生絲瓜 現在這個季節 絲瓜是不會生長的 因為 絲瓜只有母的沒有公的 所以他沒有辦法生長 但是他說 哎唷 你為什麼有辦法讓他生 我說 我用金瓜 下去架接他 讓他雌雄同體 所以產生他會生 他就很訝異 他說你怎麼知道什麼叫雌雄同體 因為各位所看到的金瓜 你只要種下去 各位注意看 有結金瓜頭的 他就會結金瓜 這叫母花 只有開花 只有開花沒有果實的 叫公花 只要一公一母他才會生 他原本他的 植物就是雌雄同體 所以你只要架接在他上面 就可以了 再來我們下一個季節 就是番茄的季節 番茄的維他命C 對我們人體很好 但是啊 很多人一直很納悶 為什麼你番茄 不耕種有機 其實很大困難度 番茄是我們所有種植蔬果裡面 最大困難度排名第二 有種過番茄的人都知道 番茄很難種很難種 非常非常的難種 再來就是什麼 哈蜜瓜 各位吃到哈蜜瓜 大家覺得喔 好幸福喔 你知道宜蘭的哈蜜瓜 一顆賣將近五百塊 我告訴各位 我去年 前年 103年的年初 我曾經在三星比賽得獎 第二名 就是因為種植了最新種的哈蜜瓜 哈蜜瓜困難到什麼程度 哈蜜瓜容易得到菌氏病 腐蝕病 腐根病 結果我很開心 我自己 終於有自己的農場 我一種 我從日本空運了一批來 空運了兩千多顆 告訴各位到現在目前為止 只有兩顆存活 因為根本活不起來 因為根本活不起來 結果我問老師說 欸老師老師 我為什麼哈蜜瓜種的活不起來 他說 你的鈣磷甲酸啊 超飆了 因為你要種蔬菜 所以你已經超飆了 你要降低 我說老師我怎麼降低 各位你只要蔬菜在說枯黃的時候 你記得那就是他的肥料過多了 你不要再繼續加肥 你要減輕他身體的負擔 慢慢的早晚加水 讓他排泄掉 讓他曬太陽 慢慢的把他蒸發掉 那一顆蔬果在三天五天以後 他的病狀就正常了 但是如果你一直加肥的話喔 他會馬上 生命讓你看 他是什麼 他就整個黏掉 哭 他也不是哭死 他就黏掉 各位有沒有說 查清殺清的樣子有沒有看過 他就會撅起 撅起以後齁 你三天不管他 他就get over 那一顆植物就沒有用 如果各位對種植方面有興趣的話 歡迎各位可以來找我 我可以告訴大家 很多小秘訣 很多小秘方 可以去治他的病 可以讓他成長 可以讓他很快樂 我希望大家吃到的蔬果都是最健康的 最快樂的 種植的方法也是最輕鬆的 只要大家有興趣 我可以提供很多很多的種苗給各位去研究 你不要怕他痛 其實我們老師也講得對 他說你不要怕他痛 一定有一群人會默默的支持你 你只要愛惜這一塊土地 相信土地會給你很好的回報 我已經快得到這個很好的回報 因為其實我已經辛苦將近一個多月 從大姐上次到田裡面去看 我番茄開花到現在 我幾乎沒有離開園內 我今天早上六點都到田裡面去 我先照顧好我的番茄以後 我才做其他的事情 老天爺真的很賞賜給我 人家 這麼高的番茄才長了三層花 我好高興喔 我只有這麼高而已 我長了四層的花 而且每顆都好漂亮 相信過年就可以跟大家分享 也可以讓大家 大家過年可以吃到紅紅 開心的過一個新年 我會感謝淮恩姐給我這個機會 讓我來到這裡 謝謝 我們請我們把三個忙碌